作为野外生存的天花板 荒野独居第九季选手的实力简直离谱 凭借一把弯弓狩猎海狸和吃不完的松鸡 只允许携带实践装备 食人被投放到拉布拉多展开生存挑战 没有剧本没有摄影师跟拍 面对前有野狼后有北极熊 是选择哭的梨花带雨 还是拿出王者的姿态反击呢 坚持到最后的将获得50万美元的现金奖励 本期首位出场的选手是卡丽 刚落地就被节目组的直升机抛弃 压住内心的激动 深呼一口气使自己保持冷静 看着面前的山山水水 她可没有闲情意志欣赏 当务之急要先找块适合扎营的风水宝地 在老家爱达河州 卡丽住在自己搭建的蒙古包里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饮用水来自积雪 取暖全靠木头 自制各种草药狩猎蛋白质统统不在话下 目前是一名原始技能教练 最擅长柔制皮草 愿望是开家自己的野外求生学校 在山顶寻觅部一会卡丽突赶不妙 不远处的天空乌云密布 要知道当地的离岸风速最高可达96公里每小时 天气变化比翻书还快 一旦下雨整个区域就像吸了水的海面 不是一具落汤鸡就能解决的事 边走边收集干蹦蹦的火熔已被不时之虚 很快头顶被黑云笼罩 卡丽找到几颗树胸做庇护 把伞绳绑在旁边枯木上 防水不往上面一搭 三五下一间简陋手刮棚搞定 虽抵挡不住豺狼虎豹的偷袭 避避风头还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第二位出场的选手是本吉 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实力不容小觑 打量着周围环境 有河流有树林还有典型的沼泽地形 是陀路迷路偏爱的聚集地 美中不足的是过于潮湿 沿河滩往前跋涉 寻找搭建房屋和布置陷阱的地方 在老家贝利为友 他是一名狩猎和驼羊探险相导 在洛基山脉荒野生存一辈子 最引以为傲的是 30多年的传统弓箭狩猎经验 强悍的打野技能 躺在他手下的大型猛兽不计其数 曾获得过举重冠军 如今回归荒野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无论是意志还是实力都远超常人 参加挑战与马内没有关系 只想打破荒野独居最高100天的生存记录 看着风暴即将从西边袭来 本集意识到庇护所的搭建刻不容缓 戴上打野装寻找扎营地 当钻进丛林就触发了欧皇体制 满地不花钱的浆果映入眼帘 红彤彤看着就很有食欲 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打包起来 未来几天都不用为碳水发愁了 正当本集采集的不亦乐乎 耳边又传来松鼠的叽叽扎叫声 当还在愁下韭菜就遇到主动送上门的 找到对方位置直接一只穿云剑 声音当即戛然而止 我的乖乖 这剑法黄中看完都直呼内行 顺利拿下本赛季滴滴血 但不幸的是倾盆大嫖说下就下 拍局就面临地狱及副本 不出意外地把他淋成了洛汤鸡 被拉布拉多的天气狠狠教训一动 本集开始后悔没有早点把窝棚搭建起来 第三位出场的是杰西 头一次自拍自演多少有些不知所措 直到来到这里才发现 这哪里是来荒野求生 分明和过原始生活没有区别 在科罗拉多州的老家 他是一名前空军教官 传授人们生存规避抵抗和逃脱技能 目前从事求生教练的工作 拥有各种复杂险峻地形生存经验 建造房屋钻木取火手工编织统统在行 面对足以改变命运的五十万 身为女强人他没有理由不去尝试 带着弓箭在丛林四处探查 一来熟悉环境二是想找块扎营地 溜达来到一条小溪面前 刚打算过去地上的熊掌印引起杰西的警惕 看起来像路过不久 想到这肾上限速立马飙升 一对一近战他毫无胜算 就近挑快地势较高的平坦位置 把伞绳绑在两棵大树之间 防水布铺上面搭个手刮棚 杰西的愿望也不高 只想成为荒野独居守卫女冠军选手 玩是在收集些树枝网地上一扑 叶完躺着别提有多舒服 转眼夜幕降临 营地周围的脚步声把他吓一大跳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熊瞎子 距离营地不到三十米 如果胆敢过来他不介意抓头开开婚 时间来到第二天 一早卡丽就带着弓箭出门 天气变化太快 还没来及勘测周围环境 顺便再找块适合搭建永久庇护所的地皮 病气好还能偶遇几只蛋白质 看着脚下被踩塌的痕迹 明显是有大型猛兽经过 沿着这条线路卡丽继续追踪 走着走着一只下蛋松鸡让他发现了 也不跟鸡妈妈打招呼 架好箭矢一只穿云箭射了过去 不出所料是发漂亮的三步斩 卡丽并没有气馁 难得的开婚机会不可能这么轻易放 一路尾随发现躲在了树桩上 没等动手就朝山下飞去 穿过繁茂灌木 正苦恼不见足迹时一道黑影从眼前划过 小样以为躲在草丛就安然无恙了 卡丽争取不发出动静悄悄靠近 瞭准松鸡屁股释放致命一击 下一秒传来扑通翅膀挣扎的声音 富饶的资源这哪里向来求生 说难听点跟度假没有区别 回营地八光鸡毛清理干净内脏 放铁锅爆炒三七二十一分钟 随着香味弥漫开来 塔利大块朵移地享用着 满满的肌肉味富有嚼劲 要是能撒些自然就更绝绝子 蛋白质含量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 第四位出场的选手是胡安 上来就摔个大马趴 好消息是发现一地的僵国 来不及打包当务之急 他要前往高处 寻找一块适合扎寨的风水宝地 参赛之前他生活在加拿大 骨子里天生充满冒险精神 打小就喜欢钻进丛林奔跑和狩猎 生存技能该会的一样不差 来拉布拉多前进行过一次百月探险 依靠采集狩猎钓鱼养活自己 目前和女友一起过着幸福生活 变望是赢下50万买块属于二人的宅基地 跋涉没多远发现一坨新鲜黑熊奥利给 胡安不仅没害怕还充满期待 如果能抓一头还不直接晋级决赛权 往前发现一块平坦空地 不仅干燥距离水源也不远 阳光也相当充足 至于庇护所也只是饱暖遮风避雨就够了 带着巨子来周围挑选原木 这趟挑战胡安坐着充分准备 在前特意增重40多斤一杯不时之虚 把原木搬回营地绑两颗大树之间当横梁 铺上防水部快速搭给自行框架 就在这时传来松鼠的鸡鸡喳喳声 带着弓箭冲了出去 竖着耳朵寻找声音来源 随着夹然而止氛围有些不对劲 次处打量一道残饮呼啸而过 好家伙 没等看清来者何物就不见了踪影 他赶忙从后跟踪 蛋白质没狩猎到发现一地瓶瓶罐罐 虽不能吃不能喝 胡安灵机一动准备打造成柴火屋 回营地用巨子去掉罐子底部 几个串联起来就成了烟囱 分别制作出进气口和烧柴口 紧紧捆绑在一起 组装起来就是一套野生柴火屋 担心烫毁防水部 他拆下绑腿的防火材料 将铁丝弯曲成针进行缝合 接着再镶嵌到防水部上 把炉子搬到屋内对准位置固定好 不想火烧庇护所 来附近找些粘土 将周围牢牢封住 使其无法移动分号 一直忙到深夜基座才大工到城 并预留出烧水和烹饪的位置 有了这套装备加持 保暖效果将得到充分的利用 时间来到第三天 第五位出场的是雅克 23岁就赶来参加挨饿挑战 不知该说他年少轻狂还是勇气可嘉 在老家阿拉斯加 他是一名冰川巷导 每天的日常不是在钻冰洞就是攀冰块 经常遇到出门觅食的熊瞎子 因此也没少和他们过手 这份工作让雅克养成 面对困难从容不迫的态度 11岁就对野外生存产生兴趣 建造钓鱼打猎可以说是手马把掐 和女友凯瑟琳在一起 过着露营浪迹天涯的自由生活 带着打野装出门寻找卡路里 跋涉吉里路吃的没找到 一个秀气斑斑的补兽家让雅克看见 利用好了说不定是通往决赛的入场券 适合用来诱补雕属荷野白兔 重新卡好锁扣用棍子试了试 我的乖乖想不到还挺灵敏 时间来到第四天 第六位出场的选手是伊格尔 截至目前还没搭建庇护所露宿荒野 今天的任务还是老样子 继续爬到高处寻找适合扎营的地方 从他的降落点和这几天跑过的地方来看 卡路里是一点没有少消耗 四天没有补充蛋白质 身体早就触发了被动技能 在老家犹他州 一家人生活在荒野依靠土地为生 拥有亚美尼亚埃及法国俄罗斯多国血统 祖辈们的颠沛流离 才让他过上现在的安稳生活 身居荒野他不得不掌握各种丛林技巧 拉宫狩猎自然不在话下 如今有了妻子 相比之前的单身汉生活 参加挑战是为了给两人一个美好未来 在降狗里兜兜转转几个钟 放眼望去不是险峻悬崖就是湿漉漉沼泽 好不容易相种一块风水宝地 发现又回到了开局的地方 岸边的树上挂着搁浅的海藻 三天半的卡路里 来小夕打点淡水 用小火烹饪一锅海藻汤 半个钟一道海鲜盛宴出炉 一口下肚满满的元素周期表 搭配着浓汤 碳水含量不知是牛肉的几十倍 直到肚子里传来咕噜咕噜声 雅克才准备从睡袋里起床 正发愁寻找蛋白质时 耳边传来松鼠的叽叽扎声 二话不说带上弓箭鬼鬼祟祟的靠近 找准对方位置瞄准释放致命一击 伴随叫声戛然而止 毫无疑问是命中 雅克将他捧在手心 如获珍宝的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还没等烹饪 头顶又有一只松鸡飞过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对付他们可不能用盾头剑 换好装备找寻松鸡身影 小样以为会飞就能躲过猎人的魔掌 当即送上一只穿云剑 不料让其腹伤逃窜了 盗嘴的肥肉可不能就这样浪费 没有导航也没有地图 根据猎人的直觉从后追踪 不多时醒目的剑尾引起他的注意 别看小伙年纪轻轻想不到剑法竟如此精湛 回营地用打火棒把炉火引来 将处理后的杰瑞和松鸡放一起 来一场毫无人性的乱顿 等待期间雅克顺便揭露他不堪回首的过去 现在成就与当时的生活所迫脱不了干系 一个忠厚喷香的荒野盛宴出炉 站着汤汁吃起来别提有多正宗 镜头来到本机这边 每每晒个日光玉 从满肚脂肪的体型来看绝对有备而来 趁阳光明媚 准备做把吊杆抓也寄予晃晃口味 同龄边缘躺着满地的枯枝烂木 过来一根根挑选保证长度的同时 韧性也不能少 绑好鱼线和鱼钩 放着几十米宽的大河步调 选择貌似不深的支流 随着掌潮不少小鱼小虾困在这里 通过反复抛钩模拟虫子 很快吸引来第一条蛋白质 自从有了开门红本级的好运一发不可收拾 鱼儿争先恐后抢着上钩 担心便知用石头蓝条水坝储存起来 转眼一个钟过去数了数 整整七七十二条 鬼赢第一条没打算留开始烹饪 与往期选手不同的是 本集的实践装备中选择了十余年 烹饪时加入适量 为身体补充每日所需的微量元素 煎得两面金黄 一口下肚我的乖乖 肉质鲜美满嘴鱼香味 好吃的只能用迪尼西斯形容 强大实力加上烹饪技术 不出意外挑战结束还能胖三斤 第七位出场的选手是铁木珍 从名字到长相不难看出 是妥妥的亚裔逸选手 茂宇在酱狗艰难跋涉 考虑前不久爆发过山洪 庇护所的选址绝不能马虎 参赛前他生活在加拿大 曾在部队服役六年 专攻如何在寒冷天气中作战和生存 加上本土优势不难看出 又是一位强劲对手 目前是一名全科医生 主要负责急诊和野外医疗 多重buff叠加 放眼整个打野界都是屈之可数的人才 迫于昂贵的求学费用 参加挑战一方面为了还清助学贷款 一方面不想父母继续劳苦早日过上退休生活 溜达半个钟 相中一块相对平坦的空底 拿出散绳绑在两棵大树之间 要想挺到最后 铁木珍争取把每件事做到简洁有效 避免无关紧要卡路里的浪费 接着铺上防水布 三下午除二搞定一间简陋手刮棚 时间来到第二天 第八位出场的是特里 发现身后岩石上躺着一只海豹 在老家阿拉斯加 特里是一位干了近十年的商业渔民 忙碌时每天二十小时的连轴转 但好消息是工作日只有四个月 剩余时间待在乡下过着荒野生活 狩猎驼锻炉锻炼丛林求生技巧 从未体验过超过三十天的独自冒险 目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三岁学会钓鱼 十一岁狩猎人生的第一条白尾路 面对手刀勤来的五十万他没有理由拒绝 看到河里有海力出没 特里意识到水质多多少少感染了假地虫 不想窜息必须煮沸后饮用 返回窝棚准备把炉火引燃 不料收集的火龙全被禁湿 来附近重新寻找 到处都湿漉漉让特里犯了难 灵机一动用斧子劈开木桩 里面的树心摸起来干蹦蹦 回营地用打火棒疯狂咔嚓 眼看都快磨成针了 从晚上忙到黑夜死活都冒不出火苗 一根筋坚持只会把自己推向崩溃 伴随轻微头疼 显然已经出现了脱水症状 先钻进防水部熬过一宿明天再做打算 时间来到第三天 第九位出场的是汤姆 嚼着江果一副求生大佬的气质 带着弓箭来丛林寻找蛋白质 吃腻了碳水迫不及待想换换口味 在老家弗吉尼亚州 汤姆住在1900多弩的农场上 在他再生农业的管理下土地异常肥沃 常年身居荒野 无论是手工还是追踪猎物的技巧 都掌握得炉火纯青 从小在南非长大 跟随父亲走南闯北剑是不少风土人情 狩猎技能跟原住民有一拼 如今已经成家立业 参加挑战只为给妻子一个美好的未来 实力可以说是无可挑剔 唯一不足的是脂肪储备过少 跋涉没一会儿 周围不断传来叽叽喳喳的杰瑞叫声 汤姆可不跟他们讲武德 鬼鬼祟祟找寻对方位置 发现目标后抬手就是一只穿云剑 随着叫声戛然而止 下一秒手里多出条蛋白质 一边抱歉一边要微辣加自然 回营地用铁锅大火烹饪三七二十一分钟 鸡肠碌碌大口品尝着 我的乖乖不咸不淡 正宗的烤肉味 蛋白质含量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味 享用的同时也不能放松警惕 万一杀出来头黑熊就玩犊子 时间来到第五天 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是亚当 来自阿肯色州 是一名树屋木匠还是专业的羊驼剪毛工 出于对荒野的热爱自学生存技巧 设置陷阱编织地龙 最引以为傲的是驾驶翻船横渡太平洋 全程90天无依无靠 那段经历让他养成面对困难勇往之前的态度 作为体力劳动者 随着年纪增长职业变得岌岌可危 面对能够让自己少奋斗十年的挑战 亚当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他的求生策略很简单 先建造一座饱暖舒适的庇护所 再狩猎一头300公斤的黑熊 省着点吃挺到决赛圈应该不成问题 整齐排列十几根原木搭好屋顶 把防水布一扑 三五下轻松倒定庇护所框架 为增加隔热和防寒效果 屋顶表面密密麻麻覆盖一层云山树枝 至于围墙一层木头一层苔藓 趁着前期体力充沛 亚当拿出木匠的看家本领 一股做气完成荒野豪宅的建造 不用为窝棚发愁才能全身心投入到狩猎当中 时间来到第六天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特里终于拔火引人 磕着青天爽口的凉白开 痛快畅饮一番 这种滋味别提有多舒坦 解决了脱水问题是时候把庇护所搭建起来 高度和身高保持一致 比对好位置用锯子拦腰截断 计划搭个锥形帐篷 在两根木桩之间架好横梁 铺上防水布三下五除二轻松搞定 几天没有开荤带着吊杆来和李抓也寄予 丰富的鱼获资源 短短五分钟就吸引来调咬钩的 克里心想要是有张刺网还不抓的盆满钩满 可惜当地法规只允许使用飞银吊杆或者抄网 看着手中肥美尊鱼 克里终于不用继续释放被动技能 时间来到第七天 赶在冷空气来临前 铁木针准备挖个达克塔火坑 坑的深度和手上棍子差不多 能有效隐藏火苗不易被发现 将挖出的泥土在边缘筑起一圈泥墙 接着再从坑底挖条连接外界的通道 大功告成后的燃烧效果跟古风机差不多 完事用打火棒引燃烈焰 随着火苗蹭蹭地往外窜 整个冬季都不用为取暖发愁 时间来到第八天 为了赢下挑战汤姆是做足准备 刻意将头发染成绿色 毫无疑问是制作飞银钩的不二之血 只要能抓到也基于他不建议变成兔头 搭配着尼龙绳和松鼠尾巴 三者组装到一起就是鱼儿们无法抗拒的甲耳 捣定他迫不及待来河边尝试 不到两分钟就吸引来条贪吃的家伙 有了开门哄好运势一发不可收拾 争先恐后抢着咬钩 不多时收获三条肥美合尊 不出意外又是一顿饕贴盛宴 时间来到第十天 吃腻了松鸡和杰瑞 雅克自制了飞银钩甲尖 不知是实力强劲还是鱼货丰富 十分钟不到鱼钩就传来动静 敢忙打捞上岸 激动得心颤抖的手 第一时间跑到镜头前给老北门们炫耀 看着挺肥美烤熟后味道应该不错 为减少鱼儿的痛苦就地清理干净内脏 回营地引燃炉火 把鱼串棍子上炭烤的外苏里面 随着香味在营地弥漫开来 雅克大快朵鱼地品尝着 一口下去满满的能量 要是能搭配酸酸甜甜浆果撒点食盐 应该不比餐馆的味道差 住在遮风挡与庇护所烤着温暖乌火 在吃着正宗荒野美食 能走到今天这不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时间来到第十一天 如今别墅已经竣工 亚当是时候出门找点卡路里 带着弓箭四处寻命 跋涉没多远发现几坡黑熊奥利给 他不但没害怕反而兴奋起来 如果能抓头熊瞎子还不直接晋级决赛权 穿过匠狗是一大片灌木 站在高处欣赏的大好风景 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沙沙声 回头一看好家伙 几只松鸡正在树上下蛋 不正是他渴望已久的荒野大餐吗 听声便未找到对方位置 拉开满弓朝背后放置冷箭 不偏不倚的三不沾 够没吃到还搭根箭矢 在这场人军神射手的队伍中 显得格格不入 垂头丧气返回途中 又碰到一只鸡鸡喳喳的家伙 害怕重蹈覆辙亚当有些犹豫 如果放弃还不如马上退出挑战 就这样顶着巨大心理压力 射出了第二发三不沾 在茂密灌木丛寻觅半天 不出意外两只都双双走丢 要知道挑战规定最多只允许携带九根 没少一根就代表少一分的胜算 时间来到第十二天 雅克自己也没想到体质下降的竟如此之快 对比开局已经减少百分之十 等到退赛说不定能获得八块腹肌 不出门狩猎的时间里就在营地囤积木柴 忙着忙着再次传来杰瑞叫声 我的乖乖 真是人在家中做肉从天上来 带着打野装寻找蛋白质 发现目标二话没说一件射了过去 不料距离命中差了0.01公分 雅克没有放弃再接再厉 搜的一下 鸡鸡扎的叫声戛然而止 上前看着倒地就睡着杰瑞 一边说着骚瑞一边嘴里流着哈喇子 回营地看着战利品 雅克在考虑红烧还是探口 带到岸边脱掉皮草外套 把炉火燃烧旺盛 通江蒜一样不加放铁锅中烹煮 半个钟出炉后一品尝 火得乖乖软烂可口 不嫌也不淡 卡路里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 没狩猎到松鸡让亚当很不适滋味 不想仅剩的箭矢继续丢失 决定先抓几条野鸡鱼开开荤 挑根又长又直的云山树枝做吊杆 为了能把鱼钩抛远 取下防水布的铁圈做捣环 穿过鱼线绑好鱼钩 带着飞银吊杆来到就近的汪洋大河 估计是刚好赶到鱼儿们出门觅食 下钩短短两分钟就抓了条鱼仔 接着便一发不可收拾 为了口吃的也基于争先孔后咬钩 不到两个钟头捕获十条蛋白质 清理干净搭配黑木耳 拼成一道精美摆盘 夜晚烤着炉火吃着喷香鱼肉 要是再来瓶小鸟福特家 小日子就跟度假完全没有区别了 时间来到第十四天 半夜三更不好好睡觉 雅克开始思考这趟旅程的意义 相比荒野无拘无束的生活 他更渴望组建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时间来到第十五天 清早坐在河岸继续反思 如今已有女友和狗子的陪伴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他找不到继续坚持荒野求生的理由 想明白立马拨通了节目组电话 接着游艇从湖面急迟而来 这段时间雅克领悟许多 从悲惨的童年到现在自食其力 再到组建这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相比转不完的马妹 眼前人却实实在在的一点点变老 不想给青春留下遗憾 最终乘坐小艇退出了本场挑战 时间回到第十二天 从杰西的伐木情况来看 庇护所的规模应该不小 每等地基搭好天空又下起瓢盆大雨 即便如此也没浇灭住进豪宅的心 地址选在一处陡峭斜坡上 接下来的任务是给地面找平 用木头当挖掘棒将多余的土刨掉 往下坡缝隙里填补 光是为了快平坦空地就浪费不少卡路里 忙完再扛来三根加起来将近百斤的树胸 在没有稳定食物来源前提下大费周章 真担心别墅竣工之时就是他的退赛之日 用四棵大树做支柱 绑上四根横梁 屋顶用几根木头整齐排列 耗时大半天基本框架已完成七七八八 镜头来到伊戈尔这边 午餐烹饪一顿水煮海藻 吃起来满嘴泥土的芬芳口感松脆 截至目前还没狩猎到蛋白质 一直吃素体重下降了17斤 但依旧不影响他建造木屋的决心 吃个八成宝继续来附近收集木头 考虑当地经常刮起大风 坚固保暖尤为重要 放倒再用斧子去皮处理 整片区域就像浸泡在水里的海面 一旦下雨潮湿的地面能采出来水 为此伊戈尔用去皮的原木铺成地板 木屋框架之间采用最简单的笋帽连接 隔着屏幕看似轻松 其实工作量只能用兼具形容 忙碌几个钟 进度还不到10%天又黑了 正当发愁晚餐没有着落时 周围传来松鸡下蛋的声音 带着锯子找寻对方身影 只听咔嚓两下 等再次出现手中赫然多出一只肥美松鸡 简直是李普他妈给李普开门 李普到家了 讲究的戴着手套清理干净内脏 烹饪的外酥里嫩大口品尝着 正儿八斤的鸡肉味 蛋白质含量不知是牛肉的多少 时间来到第13天 亚当在营地周围发现一堆粘土 打包先回营地 在地上薅把枯草 用斧子剁碎与粘土混合一起 就是在传统不过的建筑材料 村里很多土房子用的正是这种工艺 不过亚当准备拿来修建壁炉 先用柳树围着木头织起一个框架 再理三层外三层的涂抹粘土 忙着忙着听见屋外传来松鸡的脚步声 痛失两只箭矢让它有了心理阴影 用木头当头之棒 结果不言而喻连根鸡毛也没有抓住 但好在还能依靠钓鱼为生 雷好排烟口 整个壁炉也就大功告成 回屋内引燃炉火进行物理烘干 需注意的是操之过急容易造成开裂 见排烟效果良好 它的努力也算没有白费 开工之前杰西来到赖以生存的浆果地 几口下肚补充满满的碳水化合物 开局到现在体重下降13斤 一天一斤的恐怖速度 为了缓解带着铁丝来周围设置圈套 利用松鼠顺干爬和走捷径的特点 在周围布下天罗地网 忙完就近找个位置休整片刻 随着周围松鼠积极喳喳声减少 杰西出发检查陷阱 当来到第一处就让它难以置信 富饶的物资还真有挑倒头就睡得结润 带到岸边清理干净内脏 放铁锅中大火焖上30分钟 两周以来的第一顿蛋白质 一口下肚恨不得连骨头一起嘎崩萃 时间来到第14天 太阳公公还没起床 本集就被眼前的美景吸引得毫无困意 这一幕让它联想到朝霞不出门晚霞行迁 拉布拉多的天气变化莫测 永久庇护所的搭建不能一拖再拖了 天亮在丛林找块平坦空地 利用现成的大树做框架 前后个榜一根横梁 为提高稳定性两侧个加固一根圆梦 把防水布往上一扑 三下五除二一间南北通透的手刮棚搞定 躺在里面别提有多舒服 就在这时耳边传来了松鼠叫声 送上门的蛋白质别怪它本集不客气 带着弓箭鬼鬼祟祟 找到对方位置瞄准咔嚓一箭 下一秒手中多出条肥美杰瑞 感谢完大自然的馈赠 回营地小伙慢炒至八九分数 闻着香味 向来不吃内脏的本集也忍不住尝试 我的乖乖满嘴元素周七表 开局到现在体重下降17斤 随着生活逐渐稳定 他相信要不了多久就能失不回来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杰西干劲十足 再次投入到庇护所的建造当中 他也不追求什么风格 只要足够坚固保暖 比任何花里胡哨都强 从不断增加的建造木材来看 没有十年八年土木专业的本事 一般人很难做到这么乱七八糟 又竟然有序 在庇护所后强打下十几个木桩 粽戏处采集些树皮填骨 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进度还不到一半 另一边胡哀手持打野装神情凝重 瞄准远处松鼠放了一只冷剑 不出意外是发三不沾 莱拉布拉多这么多天 除了第四天狩猎到一只松鸡 他就再也没有吃过蛋白质 在降狗四处寻命 食物没找到发现一个新鲜的黑熊脚印 跟胡哀的手掌差不多 估算体型至少在360斤以上 说不害怕都是骗人的 但考虑他们是改变战局的制胜法宝 回营地灵机一动 将吃剩下的残渣跟内脏装进铁罐 利用熊瞎子嗅觉灵敏的特点 制作一套铃铛诱补装置 一旦触发会立马传来动静 国安也好在第一时间送上致命一击 时间来到第十五天 尝到钓鱼的甜头 亚当决定将这份事业发扬光大 取下泡沫鞋垫 准备多加工几组夹耳 搭配着颜色亮丽的尼龙绳 绑上鱼钩鱼线 不多时搞定一个形状类似蚂蚁的夹耳 储备粮已经消耗殆尽 肚子咕咕叫个不停 带着装备来老地方开启钓鱼老模式 清澈河水倒映着蓝天白云 此情此景只能用绝绝子形容 可惜在眉也填不饱肚子让亚当无暇欣赏 就这样不断挥甘坚持一个多钟 不知是过了觅食时间还是技术问题 手泪脱就夹耳抛丢连根鱼毛也没有抓到 但亚当并没有气馁 表演一段热舞给自己打气 镜头来到卡丽这边 稍过热水洗洗又干又枯燥的秀法 神清气爽后继续庇护所的建造 地址选在风口浪尖的山脊上 通过一点点挖掘给地面找平 淘掉的泥土就堆在立柱下稳定框架 接着把防水布往上面一泼 虽算不上豪华遮风挡雨是没有一点问题 夜晚引燃炉火 冷清的荒野在这一刻有了家的温暖 时间来到第16天 痛失两只箭矢又没抓到野鸡 亚当一有时间就勤炼剑法 通过不断正中把心给自己提升士气 四处寻觅时发现几朵牛干菌 看起来丑却富含微量元素 打包起来留着当晚餐 接着带上弓箭在丛林探查 他的要求也不高 能坚持75到80天就满足了 走着走着听见附近传来动静 屏住呼吸拉开满弓狠狠送上一只穿云剑 镜头一转肥美大松鸡躺在地上 好家伙 受了这么多天委屈终于扬眉吐气了 回营地拔光鸡毛 往鸡堵塞上满满的蔓越莓浆果 搭配着牛干菌 烹饪一道真儿八斤的小鸡炖蘑果 半个多钟外焦里嫩大餐出炉 切下一块大块朵鸡的品尝着 搭崩脆鸡肉味 混合酸酸甜甜蔓越莓的味道 酥脆外皮好吃的只能用Oh my God形容 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好几十倍 镜头来到本集这边 不仅狩猎技能超群钓鱼也是一举 但凡出马刺刺连杆好几条也技能 鱼肉多得甚至雷起养鱼池冷藏起来 新满一族带着弓箭到处溜达 无意间发现一条海鲤足迹 相比也基于何松鸡 是截至目前发现的最大蛋白质 仿佛看到五十万在向自己招手 本集赶紧追踪 很快发现前方河道有动静 二话不说拉开满弓 预判好位置释放一只穿云剑 不料像又差了那么几公分 正当苦恼到嘴的蛋白质溜走时 在距离一步之遥转角处又发现一只 对付固定把本集剑无需法 泛起的层层浪花证明已经命中 等赶到跟前准备打捞 好家伙竟奇迹般不见了踪影 对此他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难不成是顺着海鲤密道逃走了 不肯就这样放弃一路追踪 从支流来到主河道 这要是丢了同行看的还不得笑死 时间来到第十七天 场上剩下九名选手 逼想到狩猎的海鲤富商溜走 本集就整夜的睡不着觉 天没亮穿好衣服继续出门寻找身影 沿河滩往前 根据他多年打野经验判断 应该离附近不远 到处都翻遍了就差草丛凤里 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态度定睛一筹 我的乖乖 还真发现一只黑不溜秋的家伙 提在手里才意识到有多沉重 分量大概在四十五斤左右 省着点吃坚持一个月没有问题 想到这他忍不住发出高兴的嗷嗷叫 拖着猎物找遍远离营地的沼泽 掏出屠龙清理内脏 好在当前的气温不高 哥平时一夜过去早就变质 镜头来到铁木针这边 经过几天努力 庇护所的防寒保暖问题总算大功告成 截至目前已销瘦二十斤 趴在床上能清晰感受肋骨的存在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出门溜达发现周围遍布大大小小的松鼠洞 看着地上散落的松果 童咬痕判断八九不离时是松鼠所为 见状铁木针打起设置右捕陷阱的主意 用散绳绑着松鼠苗做弹簧 在木棍上刻出七字形凹槽 一阵一反扣在一起 松果做幼儿铁丝做圈套 平衡一旦打破会立马勒紧锁住猎物 看似高明对付松鼠属实大才小用 还不如在洞口或者树干设置圈套更有效力 发挥强大手工技能 回营地本级快速搭的两层的烟熏架 考虑潮湿容易滋生细菌 又担心血腥味吸引来黑熊 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烟熏排杆里面水分 把海力挂起来熟练包掉皮草外套 将肉分割成条状 两扇肋骨嘎嘣脆的完整取下来 打包好整齐扑在架子上 随后饮员熊熊烈火 很快就见里面有浓烟冒出 最后用树枝把入口堵住等待即可 转眼夜幕降临 回营地放锅里爆炒 十分钟后八九分数 迫不及待大口品尝的 又脆又肥味道跟牛魔王差不多 此情此景再来 悲福特加就跟度假没有区别 蛋白质含量不知是牛肉的几十倍 时间来到第十八天 清早煮锅正宗树莓浆果茶 几口下肚铁木针感觉浑身充满力量 酸酸甜甜满满碳水化合物 一直吃素很难做到营养搭配均衡 于是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陷阱上 同龄里随处能听见松鼠的鸡鸡扎声 溜达这么多天也没成功捕获 带着斧子挑选几根枯树当取暖材料 忙着忙着听见扑通翅膀的声音 抬头一看原来是智慧飞的松鸡 铁木针感忙往营地跑 带上打野装又立马原路返回 鬼鬼祟祟寻找蛋白质身影 小样以为躲在树上就能安然无恙 找到目标拉开满弓 表准就是狠狠一发穿云剑 不出所料的是命中 糟糕的是掉落过程中被茂密树枝接住 随手捡根棍子 一翻倒过松鸡骂骂咧咧地落了地 伴随邦邦两下的物理超度 不情愿地和美丽的世界说拜拜 看着大自然的馈赠铁木针如是重负 丝毫不掩饰地擦了擦口水 来到就近岸边脱掉松鸡外套 把肉串棍子上进行炭烤 这一幕让他想起跟马赛人吃烤肉的日子 十分钟香味弥漫整个营地 鸡肠碌碌的大口品尝着 好家伙嘎崩脆 正儿八斤的鸡肉味 是他来拉不拉多吃的最丰盛一顿 一觉睡到大中午 这鬼地方又冷又潮 冻得伊哥尔起床鲜热热身 从来没有建造木屋的经验 直到石操了才意识到有多么坚决 动不动就是几十上百斤的圆木 几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 截至目前体重下降了22斤 深一身疲惫的筋骨感到神清气爽 趁阳光明媚带着吊杆来河边抓也寄予 挑战之前伊哥尔信心满满 当真正置身荒也才意识到经验尚且不足 挥杆五六七八下也没见有鱼儿中招 本以为没有鱼群时一只海豹刚好路过 拔凉的内心看到一丝希望 沿岸挑个相对较深位置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灰干灰的手快脱旧了连鱼毛也没抓到 伊哥尔这才打消赤鱼的念头 看来只能继续享用海鲜盛宴 好消息是这么多天终于捡到一枚一倍 用打火棒引燃炉火 将铁锅装满海藻架架在上面烹住 葱姜蒜统统没有 直到沸腾大餐正式出炉 一口一被下肚伊哥尔整个人都生化了 18天以来的第一口肉 那种滋味没经历过三天饿九顿的体会不到 恨不得连贝壳一起嘎崩脆 蛀腻了手刮棚 汤姆也开始了木屋的建造 从规模来看难度应该不小 体质储备本就不多 大旦一场之前带着弓箭出门找点卡路 走出没多远就发现一只老鸟 伴随拉弓射箭声 等再次露面手上多出一道蛋白质 讨历着玩意肉少的可怜 不满足的汤姆来到岸边 利用毛发制作一套飞银钓组 挥舞着钓杆开启了钓鱼老模式 之所以有今天这般实力 全是小时候跟随父亲闯荡南非学到的经验 不断更换位置找到鱼群聚集地 不多时就吸引来条贪吃的尊鱼 打捞上岸好家伙 个头还不小 满肚脂肪足够狠狠饱餐一顿了 回营地架火上炭烤 等待半个钟喷香的烤鱼出炉 汤姆大块朵鱼的享用 板嘴鱼肉的鲜味嫩滑可口 蛋白质含量不知是牛肉的多少位 镜头来到本集这边 剩下的海鲤内脏 他也舍不得浪费 搭配着积累的鱼儿内脏 做成蜜质酱料 旁边立根棍子绑好相机 倒要看看周围生活着哪些大型猛兽 如果有机会降服一头 挺到决赛圈还不跟度假一样轻松 时间来到第十九天 但是不看不知道看完下一条 还真吸引来头蜜食的熊瞎子 坐在镜头前吃得津津有味 身为猎熊人 不知本集看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 作为一名精致男孩 即便在荒野也要注意牙齿的保养 将木炭碾碎当牙膏 手指头当牙刷 把前后里外蹭得干干净净 再来口82年的凉白开树漱口 考虑木炭对位有好处 他直接咽了下去 顺便解决了早餐问题 看着进度还不到一半的木屋 伊格尔都忍不住笑了 想不明白耗费大量卡路里建造豪宅的意义 完全和求生的原则相悖 然而剑在弦上他又不得不发 带着锯子继续放倒原木 从他有气无力的动作不难看出 退赛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直到背部再次传来阵痛 伊格尔才停下来休息片刻 胆受胸口碰碰碰的心跳 显然是长期饥饿加体力劳动导致的心率不齐 放任不管还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想到这一时之间陷入了两难 另一边特里的情况同样不妙 拍局到现在就抓到一条野鲫鱼 头晕目眩一副无精打采 大中午就想钻进窝棚休养生息 结果睡到一半两腿不受控制的抽筋 更糟糕的是微静巻随之而来 正以为这小子准备踢通跑路时 整个人突然间神清气爽 原来是困扰13天的便秘得到了解决 如获新生让特里找到坚持下去的意义 时间来到第20天 伊格尔从简陋窝棚里醒来 这段经历让他的肉体和精神分别受到不小打击 博越一下筋骨缓解背部的酸痛 早餐还是老样子 煮上满满一锅元素周期表 看着毫无营养的海藻陷入沉思 按照目前的发展情况显然不是其他人的对手 咕噜咕噜几大口下肚 与其继续留下消磨身体 还不如早点回到家人身边 想明白当即播通了节目组电话 接着一艘游艇从湖面驶来 几人火速赶到营地 本着对自己对家人负责的态度 但在身体垮掉之前退出挑战 毕竟凭自己三脚猫的功夫 无论怎么坚持都无法和打野专家们抗衡 时间来到第21天 眉眉想到开局发现了海里 特里做梦都留着哈喇子 趁太阳公公还没起床 带着打野装来到对方经常出没的地方 他们通常在清早或者傍晚觅食 直到时间来到早上七点 湖面上终于出现海里身影 特里躲在镜头外拉开满弓 瞭准送上一只穿云剑 从准度来看毫无疑问是百分百的命中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等想上前打捞 小羊利用仅剩的力气逃到了湖里 盗嘴的蛋白质岂有溜走之力 造法子已经来不及了 特里脱掉保暖衣物 带着飙升的肾上腺素下到冰冷刺骨的湖水 换一半到小腿抽筋或者遇到庞然大物 等待他的将只有领和饭 一路提心吊胆来到跟前 特里不敢逗留拉着海里就往回跑 抵达岸边悬着的心裁方向 来不及高兴抓紧穿上干燥衣服 挨饿这么多天终于扬眉吐气一回 时间来到第21天 场上剩下8名选手 半夜三更不睡觉本集过来检查相机 那是不看不知道看完肾上腺素飙升 还真有头贪吃的黑熊造访 身为猎熊达人手上大刀早已饥渴难卖 考虑当前气温还在零度以上 决定再过段时间捉拿一头开开婚 时间来到第22天 美美一觉醒来 一直住在南北通透的手刮棚 在本集看来这可不是长久之计 等到零下二三十度 光是为了取暖就要耗费一吨的木柴 为此防寒保暖的窝棚必不可守 带着斧子来附近收集树胸 计划搭个圆锥形庇护所 是极寒之地由牧民族常用的搭建方式 站在里面直立行走也不成问题 做完框架把防水布往上一扑 至于底部缝隙用树枝堵住即可 用十步长一间保暖手刮棚大功告成 镜头来到杰西这边 正准备继续建造豪宅 无意间发现一只下蛋的松鸡 带着打野装鬼鬼祟祟 随着拉弓射箭 不出意外的连根鸡毛都没有挨到 剑吃肉无缘就投入到房子当中 扛回十几根树胸 别看规模不小杰西吃的还不多 开局至今就靠两只松鼠和姜果维持生计 强大挨勒意志远超其他选手 另一边的亚当终于时来运转 大中午就一剑封喉了鸡鸡渣的杰瑞 看来这段时间的打野技能没白练 当准备返航前方又冒出一只不怕死 俗话说遇到就是缘分 招呼不打一声狠狠地送上穿云剑 下一秒两只躺得整整齐齐 本以为好运到此为止了 耳边再次传来松鼠叫声 赶尽杀绝不是亚当的作风 不如留着当作明天后天的储备凉 回营地清理干净内脏 这一刻亚当又觉得自己行了 探考的外黑里焦 搭配没吃完的松鸡和红彤彤的姜果 有婚有素日子过得跟度假没区别 相比其他选手 国安的生存策略只能说简单粗暴 能喝生水他就绝不煮费 毕竟收集柴火可是一件不清的体力火 身为墨西哥人这一习惯他已经延续十年 预计月雷体内早培养出抗体 截至目前全靠姜果过着饱一顿饿三天的生活 根据他这些年的挨饿经验 套捕获松鸡和野白兔是撑不到最后的 除了大型猛兽也基于才是唯一出路 为放长线钓大鱼 国安发挥手工技能用木头制作支架 投到水下上面再铺几根圆木 三五下搭起一个简易钓鱼码头 不出意外很快就能迎来报复 时间来到第23天 随着庇护所设施逐渐完善 塔利是时候考虑食物问题了 带着弓箭来降狗开启狩猎模式 同林里的道路险峻复杂 拔射起来须打起12分警惕 溜大一圈松鸡没看到 脚底下传来杰瑞的叽叽喳喳声 他二话不说射出一只穿云剑 随着声音戛然而知卡利以为命中 等上前打捞却连根毛也没有找到 好家伙打也这么多年 难不成还让对方从眼皮底下溜走了 半天也没发现杰瑞身影 塔利才不情愿地接受这一现实 相比其他选手费九牛二虎之力搭建窝棚 汤姆主打一个效率 用几根原木搭起庇护所框架 预留好睡觉位置 从小溪采集石头和黏土垒漆壁炉 随后把防水布往上一扑 不多时一间遮风挡雨的窝棚搞定 至于墙体的细节慢慢完善即可 深知体质储备不足 一有时间就带着打野装出门狩猎 顺便检查一下沿途设置的陷阱 连续前两处都完好无损 就在以为又要走空时传来他发出高兴的欢呼 靠近指剑也白兔在练引体向上 把汤姆激动得与无伦次 吃腻了鱼肉和松鸡终于能换换口味 打包好快速返回营地 用屠龙熟练脱掉对方外套 鸡剑看似难搅 大火熬至冷却后就是难得的肉动 大蟹八块放锅中小火慢炖 一个中香味弥漫开来 汤姆迫不及待地享用着 我的乖乖正儿八经的蛋白滋味 塔路里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 即便忍计挨饿也阻挡不了卡丽乐观的心 屋外下着冰雨 他在屋内烤着炉火唱着歌 狩猎行不通就抓也寄予开开婚 带着飞银吊杆来到究竟岸边 估计正直鱼群密室期间 抛勾不到五分钟就传来动静 由于不是正口没打捞上岸就被挣脱了 看到希望卡丽再接再厉 就在第四次抛勾时传来沉甸甸的手感 激动得心颤抖的手 失去过一次说什么都不能再来第二次 快速打捞我的乖乖 分量还真不小 用手比了比40公分有余 感谢完大自然的馈赠回营地翻炒至八九分数 鸡肠鹿鹿卡丽一品尝 板嘴鱼肉的味道 蛋白质含量不知是牛肉的多少 时间来到第24天 带着刚加工好的吊杆 胡安正式开启钓鱼老模式 截至目前还没尝到肉是什么滋味 身体每个细胞都在渴望蛋白质的浇灌 坚持没一会鱼钩就传来动静 眼看距离上岸就差一步之遥 也基于一招神龙百尾钻回河里 胡安没有气馁继续抛钩 正值鱼儿出门觅食第二条很快接踵而止 多的不说少的不闹 第一条当然还是老规矩老北一先吃 紧接着的运气就像好运他妈给好运开门 运气好的一发不可收拾 鱼群争先恐后抢着上钩 心满一族轻点一下数量整整六条 用打火棒在岸边究竟泥然烈火 通姜蒜统统不佳 放锅中烹煮三七二十一分钟 混合着浆果看着就让人只想溜哈喇子 胡安大口品尝着 美味的鱼香直达天灵盖 好吃的已经无法用Oh my God形容 作为一名合格的求生大佬 每一卡能量都不浪费 带着斧子放倒树胸 找块空地本集搭个简易柔制工作台 在他眼里每颗脂肪都弥足珍贵 用海里尾巴当餐盘 不多时搜刮的满满当当 回营地放铁锅中大火熬制 冷却后得到大半锅的固体油 该说不说无论从狩猎钓鱼 还是囤积食物的能力 本集已经遥遥领先场上其他选手 榨干的油渣也没舍得浪费 当做小零食饿了随时随地整一口 有了这些储备粮再多挺一个月没有问题 白揣机动心情出门溜达 树梢上站着一只看热闹的松鸡 还没等动手就扑通翅膀钻进降狗 来都来了本集自然要进到地主之一 拉开满弓一箭给射了下来 不得不说那人的运气一旦来了挡都挡不住 来到岸边清理干净内脏 心肝皮肺也没舍得扔 夜晚回营地拔光鸡毛 连皮带肉放到锅里翻炒 加入适量海鲤脂肪 五分钟后一道富含能量的爆炒鸡丁出炉 赶忙尝了肠正宗鸡肉味 咬一口满嘴冒油 卡路里含量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 时间来到第25天 亚当跟双打的茄子提不起精神 昨晚胃里突然翻浆倒海 不出意外恐怕是出意外 至于感染了哪种病原体也不清楚 只想躺在床上嚼着酸酸甜甜的小红梅 不到迫不得已的那刻绝不退出 顺便做做手工打发漫长无聊的时间 转眼夜幕降临 情况没有丝毫好转 此时此刻的感受告诉他可能感染了假地虫 即便如此亚当也不打算放弃 希望强大的免疫系统能帮他扫清障碍 时间来到第26天 本集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肚皮始终有种微微的胀痛 也没啥好招缓解 抱着适适的态度打了一圈八段截 玩世整个人神清气爽 但症状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 接着来附近寻找一种名叫起草的草药 没猜错可能与最近大鱼大肉吃的太多有关 在岸边究竟引然烈火 把起草放铁锅加水烹煮 管他三七二十一咕噜咕噜几大口下肚 肠胃问题不解决本集根本没心思受虐 躺在睡袋上晒着太阳 享受痛病快乐着的闲暇时光 一直在营地坐以待毙也不是办法 亚当计划出门寻找画术 在求生者眼里他们浑身是宝 白后山挑科之夜繁茂的 用屠龙玻璃里面的嫩皮布 据说熬制后饮用能刺激和舒缓肠胃 头一次尝试他也不清楚用量 至于效果更是不得而知 但相比退出挑战亚当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 夜幕降临树皮枝新鲜出炉 几大口下肚能不能挺过去就看今晚了 时间来到第27天凌晨 胃里翻江倒海把本集折腾的浑身难受 竟轮呕吐发烧 症状和感染假地虫一模一样 之前吃的有多享受现在就多么煎熬 辗转反侧折腾一夜熬到早上六点 玩归玩闹归闹 身体垮了再多码内也没有了兴趣 紧接着便拨通了节目组电话 不敢耽误分毫驾驶小游挺出了法 天蒙蒙亮刚好抵达营地 说清楚前因后果 送上一杯热腾腾的白开水 由此可见在强大的求生技能 在大自然面前都不值一提 时间来到第28天 场上剩下7名选手 特里的小日子简直发达了 一早就啃着喷香的海力排骨 几千卡路里能量下渡食物的保存刻不容缓 毕竟潮湿环境中放久了很容易变质 把肉切成乱七八糟的条状 打包带到迷你烟熏房 将铁丝栓木棍上做亮肉架 一根根整齐挂上去 粉粉嫩嫩的色泽看着就让人忍不住流哈辣子 接着转移炉火 亮肉架放上面烟熏 用木头把顶封柱静静静等待几个钟 另一边汤姆住在豪华手刮棚里 用铁丝松鸡羽毛搭配着兔骨 精雕细琢加工一只耳坠 希望他的小女友能喜欢 玩世开始出门检查陷阱 无论走到哪都最好戴上打野装 遇到猎物也不至于后悔 别看整天大口吃肉大口喝汤 汤姆依旧能清晰感觉到体重的下降 不想办法控制可不行 一圈检查下来陷阱里连根毛也没有抓住 往前无意间发现一条海力兽到 不远处还有座海力吧 他的出现瞬间让汤姆看到了希望 抓住一头足够挥霍一周了 考虑那帮家伙咒服夜出晚点 再过来碰碰运气 听着营地传来的杰瑞叫声 铁木针已经忍无可忍 再不给他们点教训 还以为自己是软柿子 挑几根木棍搭配着石头 用像果作诱饵制作一套诱补陷阱 忙完耳边传来扑通翅膀的声音 多的不说少的不落 他的40米弯弓早已饥渴难耐 跋涉没多远发现对方身影 小样以为躲地上就能逃脱猎人的法眼 瞄准释放出一发三步瞻 好家伙一步之遥也能走通 身为打野专家感觉老脸都丢尽了 捡起箭矢再次寻找对方身影 拉开满弓又是一记穿云剑 鸡毛没挨到就算了箭矢还不翼而飞 根据挑战规则 每位选手最多只能携带九根 没少一根就少一分的胜算 顺着轨迹发现落在了庇护所旁边的树上 随手捡根棍子就往上投 可惜太高效果并不理想 只好发挥摩根的绝招一点点往上爬 高度在六米左右 眼看马上得手突然嘎崩 我的乖乖吓得铁木针汗流加倍 万一受伤就太不划算了 这样的蠢是他不想再经历第二次 时间来到第二十九天 天还没亮汤姆就早早起床做着狩猎准备 在储备凉吃完之前 海黎是继续坚持下去的希望 来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岸边 拿着打野装作草丛里静静等待 不知不觉一个钟过去天也亮了 汤姆鬼鬼祟祟的靠近 那时不看不知道一看亚麻呆住 还真有只海黎正在河里洗澡 丝毫没察觉到危险靠近 既然如此汤姆也就不客气 抓住时机狠狠从后放出一只冷剑 根据浪花和剑矢诡计 他百分百肯定是命中 但不幸的是海黎钻进水里不见身影 汤姆口中念着咒语 劝对方十点像早日浮出水面 不料大半天过去连股气泡也不冒 猜测八九不离时又钻回了海黎洞 除了等没有更好办法 看着到嘴的蛋白质溜走 那种如梗在喉的滋味 对猎人来说比挨饿还难受 与其这样汤姆更希望打偏了 24小时过去特里来检查烟熏情况 掀开上面木桩 看着外黑里嫩的熏肉 他高兴得云无伦次 设备虽然简陋效果却出奇的好 但蹦蹦的终于不用担心变质问题 省着点吃足够他坚持半个月 按照同样方法一部分烟熏 一部分烹饪当做每天的伙食 肥瘦相见看着就很有食欲 炒得外焦里黑大块朵一品尝着 最香可口富含油脂 卡路里含量是牛肉的好几十倍 剩下的扔锅里油炸成焦黑 加水熬至七七四十九分钟 就是一道鲜美浓汤 一口下肚满嘴脂肪 每个细胞都仿佛得到了浇灌 时间来到第三十天 作为厂商目前最强的挨饿专家 杰西全靠喝凉水寻求饱腹感 如今木屋结构已经大功道成 剩下就是收集边角料将围墙塞满 殊不知不计成本的挥霍能量 只会加快退赛的进度 自从有了钓鱼码头湖安的伙食 得到显著改善 午餐吃着鱼头浆果肉动 Q弹爽口隔着屏幕都忍不住流哈喇子 只要肠胃不出岔子挨饿什么的都不成问题 饱餐丸带着钓杆继续抓也寄鱼 刚挥干两下就大事不妙 赖以生存的棍子出现一道裂缝 好在问题不大 用绳子紧紧缠上一圈威力不减从前 接着来码头连续挥干 不知是鱼群不在家还是时机不对 坚持一个钟头连条咬勾的也没有 不想浪费时间 湖安带着弓箭开启狩猎模式 寻觅没意会发现树上站着只松鸡 还没等下手溜到将狗身处 一路尾随发现躲在了地上 他也不由于拉开满弓送上一只穿云剑 看样子是命中了 等跑上前打包 只留下一根沾满鸡毛的剑士 改善伙食的计划再次落空 更让湖安难过的是不能给松鸡一个痛快 是作为猎人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镜头来到铁木针这边 一只穿云剑一只松鸡领了盒饭 本以为好运到此为止了 又一只不怕死的拦住去路 二话不说狠狠一发冷剑 打捞起来发现比刚刚那只还肥美 一天收获两只放屏时他都不敢想 开始喜欢上这块风水宝地 高兴的满载而归石等一等 前方传来扑通翅膀的声音 伴随拉弓射箭声结果是毫无悬念 我的乖乖 不得不说那人一旦走运根本挡不住 待到岸边拔光鸡毛清理干净内脏 接下来又将是一顿毫无人性的荒野生涯 时间来到第31天 经过两天努力节息的窝棚终于封堵 可对岸山顶的白雪意味着离冬天不远了 看来得加快庇护所的建造 提前预留好壁炉位置 底部铺层鹅卵石 带着防水布来山上收集台血 整齐铺房顶上能起到防雨保温的作用 截至目前体重下降了27斤 真担心别墅竣工之时就是他的退赛之日 那人一旦吃得太饱指定不会闲着 害怕味道吸引来劣势者 铁木真计划在河滩附近造个零食窝棚 能蹲点能制作烟熏肉 用斧子对树胸7寸疯狂输出 放倒后铺上密密麻麻的松树枝 三五下就完成了手刮棚的搭建 一边烹饪烟熏鸡肉一边欣赏秀丽美景 要是再来凭哈皮 生活档次就跟度假完全没有区别 时间来到第32天 终于到了洗牵新居的时刻 这一天杰西足足等了一个月 心想要是能抓条也基于庆祝那该有多好 拆下防水布 停扑到别墅屋顶上 多出来的部分直接做成屋檐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只能用奢华形容 紧接着带上吊杆过来抓也基于 由于技能没有练到家 当地的鱼儿根本不给杰西面子 转眼夜幕降临 想到没有蛋白质庆祝住进豪宅又何房呢 只会更让他感到心烦意乱 用打火棒引燃炉火 看着蹭蹭往外冒的火星 真担心把窝捧点了 时间来到第33天 见松鼠正不停地为冬季储备粮食 胡安清楚冬天已经不远了 为抓住最后的狩猎机会 带着弓箭来丛林狩猎 沿着动物兽到往前 刚走5分钟发现一只被啃食的松鸡 没猜错应该是负伤逃走的 立马让胡安气不打一出来 就在这时一只白色黄鼠狼被他看到 别看他们个头不大胆子是一点不小 竟敢当着猎人的面夺食 忍无可忍决定给他点教训 狠狠一只穿云剑 下一秒就躺地上成了盒饭 时间来到第34天 即便大口吃肉大口喝汤 克里依旧控制不住体重的下降 拍局到现在已经减轻44斤 这样下去指定不行 为此忍不住对海犁的皮下脂肪动手 剩下的皮草也没舍得浪费 用铁丝串起来放进烟熏房 通过排单里面水分保持干燥 作为本期的基建狂魔 杰西过着饱一顿饿三天的生活 拨棚不仅防风又防雨 还预留了排水系统 绳子轻轻一拉 每天醒来都能喝上最新鲜的无根水 设计简洁明了 就是不知是否掺杂着鸟粪 灌完水宝继续完善庇护所墙体 收集枯枝烂木的碎片网缝细填 未坐到一房船三代人走房还在 外层用泥碳险包裹 保暖和坚固程度都无可挑剔 转眼夜幕降临 杰西破天荒的时来运转 检查陷阱时发现一只重招的杰瑞 放铁锅中加水慢炖 想到马上就能吃肉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镜头来到特里这边 将取下来的海力脂肪放铁锅大火熬炼 很快就得到脆蹦蹦的油渣 一边嘎蹦脆一边烹饪 不用为食物发愁的滋味简直妙不可言 不知是营养不良还是脱水导致 特里的脑袋瓜总觉得昏昏沉沉 时间来到第35天 亚当一早正在营地劈柴 斧子还没下去就被木桩虚晃一枪 正当他忙得不亦乐乎 头顶传来扑通翅膀的声音 扫描一圈没发现松鸡身影 没管那么多继续挥舞上古战斧 突然间一道黑影从后划过 我的乖乖真是人在家中坐鸡从天上来 打起40米弯弓朝后放出一只冷剑 从他高兴的语气不难看出是命中 下一秒亚当带着肥美蛋白质出现在镜头前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话音刚落身后树林再次传来动静 既然如此就别怪猎人不客气 鬼鬼祟祟靠近 伴随一阵拉弓射箭声 不出所料又一只大松鸡躺地不起 感谢完大自然的馈赠 翘起的嘴角比AK还难压 随后带到岸边开始清理内脏 拔光鸡毛保留富含脂肪的鸡皮 这一刻亚当又觉得自己行了 兴高采烈返回十等一等 岸边有个不明物体吸引了他 靠近一看好家伙 是快废弃了不知多久的马头木板 根据规则选手可以利用发现的一切物资 到道来到跟前打量着 一般人肯定会想造船捕鱼 或者搭个钓鱼码头 但在木匠出生的亚当看来 那些工作及其消耗能量效果还差强人意 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拆了带回营地 再考虑是升级庇护所还是另有他用 时间来到第36天 感到寒气的靠近 汤姆开始加班加点窝棚的建造 聚集跟短木把屋顶支撑起来 纵细处用编织的松树枝挡住 耗时几个钟解决了庇护所漏风问题 截至目前已经狩猎15只松树19条鲑鱼 5只松鸡一只也白兔和数不清的浆果 看似丰盛依旧没能阻止体重的下降 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耳边传来松树的叽叽扎声 快速找到小家伙的藏身之处 拉开满弓释放一只穿云剑 我的乖乖但凡出马剑无虚法 不用再为晚餐问题发愁了 往前发现一片浆果地 随手摘几颗个头饱满的补充探水 走着走着猎人的第六感察觉到附近有猎物 汤姆扫描一圈好家伙 只见右前方出现一只走地鸡 二话不说拉开满弓 趁其不备狠狠一只忍见 小羊这个时候知道挣扎是不是有点晚 隔屁后拿起一看还挺肥美 知道是来求生不清楚的还以为是来进火 回营地把杰瑞直接串棍子上探口 等到焦黑刮掉表面毛发 相比去皮这种做法更加多汁 半个钟喷香的烤肉出炉 大块朵一享用着嘎嘣脆鸡肉为 蛋白质含量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 时间来到第37天 狩猎无果卡丽也没有闲着 但在江果凋零之前尽可能地多收集 倒得西八碎放铁锅中小火慢熬 蒸发水分使其粘稠 等到风干就成了正儿八经的果单皮 不易变质还富含碳水 时间来到第39天 自从狩猎到海利特里不是忙着烟熏 就是沉浸在吃肉的快乐中 丝毫没有未雨绸缪的念头 眼看蛋白质即将消耗殆尽才带着弓箭出门狩猎 可惜时间一去不复返 只好拿起吊肝来岸边尝试抓也寄予 连他自己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越吃越瘦 那种发自内心的饥饿 坚持没一会就感到天旋地转的头晕 症状和脱水颇为相似 环境虽说恶劣水资源是一点也不缺呀 没猜错又与海利脂肪脱不了干系 也没啥好解决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时间来到第40天 面临同样问题的还有汤姆 体质储备本就不多 再瘦下去只能被迫退散 正心烦意乱传来灰压的嘎嘎嘎 小样三番五次戏耍猎人 再不给点教训还以为是软柿子 发挥强大手工制作捕鸟气 一旦哪只没长眼地站上去 木棍会立马脱落从而被圈套牢牢勒住 找块空地布置好 来附近寻找一种苔藓作诱 胆路没多远在根腐朽木桩上发现目标 简单打包一些原路返回 结果离老远就看见陷阱触发了 遗憾的是连根鸟毛也没抓住 检查发现是解打的太紧所导致 镜头来到铁木桩这边 正愁晚餐没有着落周围传来松鼠的叫声 手持箭矢阵阵一带 下一秒就见一道蹦蹦哒哒的身影 把弓拉满锁定送上致命一击 不料是发妥妥的三步站 箭没有逃走的意思紧接着就是第二发 再次出现手中赫然多出一条蛋白质 多得不说少得不闹 带到岸边老地方进行侵略 这段时间的经历铁木真意识到 之所以参加挑战并不完全是为了自己 只想日夜辛劳的老母亲早日过上退休生活 至于自己无非是生活质量的高低而已 时间来到第41天 对卡丽来说是个重要日子 是母亲一年一度的生日 没办法赶回家庆祝 挖块苔藓当蛋糕撩表做子女的心意 桓氏带着弓箭出门检查陷阱 估计是孝心感动了天和地 一查看好家伙 还真有只杰瑞躲陷阱里睡觉 把卡丽的眼泪感激地从嘴角流出 转眼夜幕降临 将杰瑞探考的外苏林安 出炉后一品尝味道 只能用迪尼西斯形容 时间来到第42天 接到体检通知特里在营地里等待着 燃起一堆熊熊烈焰 脱下外套查看体质情况 那时不看不知道 看完他自己都压麻呆住 明显已经达到传说中的皮包补状态 再这样下去别说挺到最后 随时都有可能多器官衰竭的风险 接着一艘游艇及时而来 几人浩浩荡荡来到营地 二话不说先对体重血压心率 做一番细致检查 拿到数据三人聚到一起分析力比 紧张地特里直搓小手 至于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 脱水发烧腹部疼痛 毫无疑问与感染假地虫有关 玩归玩闹归闹 不能拿小命开玩笑 表达完对寄予厚望的 亲朋好友们的愧疚 带上行李便推出了本场挑战 镜头来到汤姆这边 一有时间就在营地处理 细枝末节的琐事 别看这根木桩跟胳膊一样粗 树林却已经长达48年 为减少冷空气的进入 门口搭起一条长长的连廊 随着材料耗尽来庇护所 后方采集树苗 一发力我的乖乖 脚底打滑背部狠狠摔在地上 幸亏没有造成灾难性打击 否则下一位被抬走的非他莫属 但痛感却迟迟挥之不去 吓得汤姆钻回窝棚休养生息 时间来到第42天 只好打起射鼠的主意 担心失去箭矢将剑围与线轮连接一起 准备就绪便来河边开启狩猎模式 正当他走着神 水上浮现一道黑影 我的乖乖不正是星星念的射鼠吗 还没等拉弓瞄准 扑通一朵浪花又钻回了水下 小样想不到竟如此的胆小如鼠 接着一等两三个钟头过去 河面平静的根镜子再也没有了波澜 时间来到第43天 狠狠摔完一跤 汤姆整夜睡得是辗转反侧 调整还需要一段时间 要是能捕获一只海鲤 就不用为食物发愁了 带着打野装来海鲤大蹲守 从蒙蒙亮等到太阳公公升起 半天连只鬼影也没看到 鬼影帝主锅第一红莓三鲜汤 吃到嘴里满满的碳水 几天没有尝到肉味 让人不由地开始怀念 混完七分饱闲着也是闲着 看着壁炉缝隙准备找点黏土填补起来 不知是太过虚弱还是脚底一滑 汤姆一个大意狠狠砸在了地球上 看似不太严重 但对于骨瘦如柴的他却是毁灭性打击 艰难起身检查伤势 只见膝盖有些肿胀 赶忙拿出急救包进行包扎 听着周围挥压地嘲笑 汤姆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 照现在的身体情况显然撑不了多久 想清楚当即播通了节目组电话 几人乘坐游艇朝营地赶来 与其拖着受伤的身体把自己拖垮 不如早点体面地退出挑战 就这样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 带着一丢丢遗憾退出了本场挑战 错过一次狩猎机会卡丽也没有气馁 一早收拾好装备发起第二次进攻 吸取上回大意的教训 这次他两眼死死盯着水面 时间不长就看见有气泡冒出 卡丽提前拉开满弓等待 对方刚冒头当即一发穿云剑 毫无悬念是中招了 快速上前进行打捞 经过乒乒乓乓300回合大战 射数根本不是卡丽的对手 瞧瞧这体型比野白兔肥美不知多少倍 回营地探考的外黑里嫩 鸡肠碌碌的卡丽迫不及待品尝着 Oh my god肉质嫩滑不柴也不腻 味道跟海鲤肉差不多 是他来荒野吃过最丰盛的一顿 好巧不巧这时天空又飘起白雪 此情此景别有一番风味 镜头来到亚当这边 讨律万圣节在即 即便在荒野仪式感也不能少 将松鸡羽毛沾帽子上 用防雨布做尖嘴 模仿赖以生存的松鸡造型 翻译过来就是希望每天都有鸡肉吃 打包回来的木板也没舍得浪费 做了把椅子加固了庇护所大门 剩下的拿来做窗户 两侧钉上木条当框架 把裁切好的木板放上去 整个木屋的饱暖效果立马得到显著提升 对于杰西那是不服都不行啊 开局至今就靠三只杰瑞和姜果维生 凭借挨勒被动总算大功告成了豪宅的建造 但不幸的是肠胃系统又出现问题 不受控制的打嗝还时不时恶心 根据症状80%的可能与感染了假地虫有关 也没啥解决办法 过来检查陷阱情况 那时不看不知道看完新凉透了 三处装置连根蛋白质毛也没抓住 自从尝到狩猎的甜头 铁木针时来运转 一根狼牙棒就捕获一只肥美杰润 见时间不到饭点 带着弓箭出门寻找猎物 跋涉还没二里路等一等 左前方发现一只下弹的攻击 不给对方打招呼朝后就是一发冷箭 听他高兴的语气毫无疑问是命中 带着战利品来镜头前炫耀一番 开满弓趁其不被一击毙命 接二连三得手铁木针有些飘了 直言不讳的要正式接管挑战 根据这几天的观察 随着便冷野鸡鱼都跑到了深水区过冬 要想继续依靠捕鱼为生 国安唯一的办法就是加长码头 行动不如行动 按照之前的搭建方式 用两个三脚架加一根横梁快速做个支架 移动到码头前方中间用原木连接 探似指前进了短短几米 带来的效果其实远不止于此 多的不说少的不落抓紧试试效果 我的乖乖真不愧对他的辛苦付出 不多时就吸引来调贪吃的 有了开门洪湖安的运气一发不可收拾 又刚好赶上鱼群密室期间 争先恐后地抢着咬钩 一下午轻松捕获五条也寄鱼 回营地加水烹煮 不幸的是看着手中大餐 他丝毫没有进食的念头 随着胃里的不是感逐渐强烈 隔身一个接一个 万万没想到墨西哥铁卫也出现了故障 与此同时杰西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恶心症状始终没有缓解 更糟糕的是吃肉还遥遥无期 实在受不了烧锅200开冲冲击 闭口下肚好家伙 磕完更不对劲了 把头仰起争取不吐出来 结果坚持不到一分钟就喷涌而出 心想如果能换来健康身体 他宁愿住在破破烂烂的手刮棚里 走投无路杰西吃起木炭 希望能够缓解不适合吸附毒素 时间来到第45天 一觉醒来亚当感到强烈的私家浪潮起来 多希望每天睁眼就能吃上可口饭菜 为摆脱回家的念头 带上弓箭出门狩猎 标球也不高收获一顿满汉全息就知足了 走着走着 发现一块依山傍水的宝地 是海林们喜欢住潮的地方 如果早发现说不定已经过上度假生活 往前等一等 貌似看见一只路过的野白兔 生存状态下亚当可不讲什么武德 拉开满宫狠狠一只穿云剑 下一秒手上就多出条肥美蛋白质 想放放口味了 转眼夜幕降临 回营地把肉大卸八块放锅中烹煮 葱姜蒜一样没有 等待半个钟喷香的烤肉出炉 大块朵移地享用着 正儿八斤的兔肉味 除了有些柴外各项指标堪称一绝 卡路里含量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 饱餐完亚当又觉得自己行了 照这样下去再坚持一个月都不成问题 镜头来到杰西这边 大量胃酸让他非常不适 要吃没吃要喝又不能喝 只好将木炭碾碎加水当开胃菜 不吃还好 吃完洪荒之力再次喷出 连续三次一般人早受不了梯桶跑路 而他从始至终也没想过退散 这份毅力连得也都敬佩三分 直到半夜都迟迟无法入民 担心严重脱水又灌了几口两百开 迷离的双眼足以证明荒野的残谱 时间来到第46天 见杰西没有对定期体检做出回应 吓得节目组赶忙驾驶游艇前往 玩归玩闹归闹 不能看着他拿小命开玩笑 几人快速抵达营地 不愧是煮熟的鸭子就剩嘴硬 事到如今杰西还大言不惭一切良好 测完三人聚在一起分析事情的严重性 劝他实时误者为俊杰 小命没了再多马内又有什么意义吗 最终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退出了本场挑战 时间来到第47天 场上剩下四名选手 随着一轮新月的到来小动物们又开始活跃 短短三天肥嘟嘟的射鼠被卡丽消耗殆尽 吃腻了浆果来丛林寻找新猎物 跋涉没多远传来松鼠叽叽扎声 好家伙主动送上门的企友放过这里 找到对方所在位置 拉开满弓狠狠一只穿云剑 光当一声剑矢又原路返回来 差点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紧接着进行第二次攻击 结果又是发布偏不已的三步战 塔利百思不得其解问题出在哪 这下好了 蛋白质没抓到还弄丢剑矢 少一根就意味着少一分的胜算 沿着轨迹网降狗深处寻觅 但茂密树胸的拦截下不多时就发现了目标 时间来到第48天 屋外狂风大作 饿着肚皮亚当一夜睡的辗转反侧 起床带着弓箭出门觅食 刚走两分钟头顶的大树呼呼坐下 无疑将这趟的狩猎难度增大 看着日渐消瘦的身体亚当也很无奈 跋涉出不知多远 无意间的一片发现少了根箭矢 本就不多的胜算又减少一份 这个结果是他无法接受的 立马原路返回寻觅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一激动脚底一滑 我的乖乖 别等见识没找回人又不慎受伤 意识到自己陷入了莫非定命 亚当通过深呼吸平复一下躁动的内心 经此仪式哪里还有心情狩猎 两手空空返回营地 殊不知退赛的种子已在心里悄悄埋下 镜头来到铁木针这边 带着铁锅出门打水 来到赖以生存的小溪前 从结冰情况来看距离冬天不远了 接着过来周围例行打野 开局至今体重下降39斤 脂肪储备基本消耗殆尽 正当他漫无目的地寻找猎物时 两只不怕死的松鼠从眼皮底下路过 小样显然没把他这个猎人放在眼里 找到对方身影 当即朝后放出一只冷剑 糟糕的是连根蛋白质毛也没挨到 看不到猎物还好 看到又失去的滋味让他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 时间来到第49天 白雪覆盖整天拉不拉多 寒冷的同时也让卡丽看到狩猎机会 是时候出门检查又补陷阱了 不知是太冷小动物都躲屋里过冬 还是位置选择的不对 连续五处都一无所获 来一趟也不容易 抓不到蛋白质干脆扩大又补范围 一口气在周围布下天罗地网 时间来到第50天 见狩猎希望渺茫 铁木针又打起设置陷阱的主意 幸亏提前留有一手 不吃的松鸡内脏也没有扔 计划利用他们当幼儿抓几只贪吃的老鸟 先用屠龙在上面打个孔 将木桩夯入地下 巧妙设计一套杠杆装置 弊端板块巨石 一旦平衡被打破绳子 会立马收缩套住猎物 调整好颓废的情绪 亚当又开启美好一天的狩猎行动 为了吃顿蛋白质 准备前往更远的山头碰碰运气 默念着老天爷能送他一只 话音刚落就发现了对方身影 二话不说架好剑士 当即送上一只穿云剑 踩着飞快油门上前 手中赫然多出一条肥美松鸡 看着小家伙一点点领盒饭 亚当流下鳄鱼的眼泪 甚至有些厌倦这种杀戮生活 带到岸边拔光鸡毛清理干净内脏 看着面前的大好风景 当初坚定不宜要拿下50万的内心开始动摇 镜头来到胡安这边 根据往期经验 这个时候还补不到大型猛兽 多半就狩猎无望了 也基于松鸡松鼠纷纷开始过冬 最佳的生存方式就是不浪费每一克卡路里 来岸边打点生命圆犬 也不加热直接咕噜咕噜几口下肚 相比每天进食只够塞牙缝的食物 胡安决定从此刻避骨 尽早向身体传递身处极端环境的信号 从而减少饥饿对精神的折磨 20天为周期 如果到时不能赢下挑战 他只能宣布退散 时间来到第51天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站在高处远远看到河面已经结冰 深知钓鱼已经没有希望 达出封存已久的鱼竿 用斧子截断后得到一把衬手的拐杖 想吃肉只有靠陷阱和狩猎 接着过来检查前几天布置的陷阱 刚抵达第一处就传来他不可思议的欢呼 下一秒带着冻邦印的杰瑞出现在镜头前 看体型还挺肥美 高兴的卡丽差点流出哈喇子 先装口袋里回营地解冻后厨 转眼夜幕降临 炭烤的外酥里嫩品尝着 肉质喷香可口正宗烤肉的味道 蛋白质含量不知是牛肉的多少 时间来到第52天 一早铁木针用铁丝 一股作气加工几百个圈套 随着饥饿感逐渐强烈拉弓射箭受到显著影响 相比而言陷阱的效率更高 正当他设置完第99处时 头顶传来乌鸦的嘎嘎嘎声 让铁木针不由响起捕鸟陷阱 赶忙朝岸边走去 心里满怀期待 快步走到跟前好消息时触发了 但坏消息时连跟鸟毛也没有看到 在这样超负荷工作并一无所获地下去 等待自己的只有退赛那一条路 就在这时天空飘起白雪 把陷阱重新调整好 铁木针依旧对美好生活抱有憧憬 看着几十米大河两岸结上厚厚的冰 捡起一块鹅卵石试试冰层厚度 要想钓鱼看来还需等一等 直到脱下外套亚当才意识到有多瘦 两侧肋骨已是肉眼可见的状态 从开局第一天他不是在狩猎 就是在狩猎的路上 每天大口吃肉大口喝汤 也抵挡不了体重蹭蹭地往下降 要想扭转这一趋势只有捕获黑熊 下定决心亚当便出门寻觅足迹 但不幸的是身体素质大不如从前 每拔设一段距离需要停下来休息片刻 时间一长两腿就像灌了签一样沉重 显然已经达到他所能承受的身体极限 坐在山头看着面前的秀丽风景 过去52天的画面历历在目 与其把身体累垮 不如体面点保留健全的身体退赛 等返回营地好家伙 一只下蛋松鸡出现在营地前 哥平时亚当肯定要拿拿味 可惜退赛的种子一旦生根发芽 就再也无法回头 想清楚立马拨通了节目组电话 紧接着一架直升机朝营地飞来 50万固然能让他下半辈子过得滋润 可当人没有了奋斗的方向和意义 生活也将变得索然无味 大车大物亚当收拾好行李 乘坐直升机退出了本场挑战 时间来到第53天 场上剩下三名选手 一早铁木针就走了狗屎域 李老远发现陷阱里抓住一只杰瑞 手持狼牙棒便冲了上去 小样大难临头还不就情 框框两下送其领了盒饭 看起来还挺肥美 鬼营地脱掉外套清理内脏 不用猜接下来又是一顿毫无人性的荒野盛宴 镜头来到卡丽这边 整片区域被雪花覆盖 让没见过世面的他兴奋不已 要是这时候再来头200斤的烤全羊 那样的生活才叫美滋滋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 没有壁炉取暖这几碗卡丽是没少遭罪 鬼营地三下五除二登出一块空母 采集些干草揉碎混合着泥巴做建筑材料 包裹着用枯枝烂木做的框架 需注意的是泥水的混合比例 多了泰西少了又粘不住 排盐口位置如法炮制 接着像编织刺网一样将壁炉上方缝隙挡住 完事点燃熊熊烈焰把里面的木质框架烧掉 不出意外的话还是出了意外 看着炉灶上的大洞 塔利半天的努力也算白忙活 镜头来到湖安这边 虽说已进入壁谷状态 水该喝还是要喝的 在睡袋里穿好衣服 争取不浪费每一克卡路里 带着铁锅来到赖以生存的岸边 狂风夹杂着暴雪 生存难度显而易见的恶劣 打上满满一锅立马返回营地 担心半夜窝棚被积雪压垮 找几根树枝加固一下 简陋归简陋该做的一件不能马虎 时间来到第54天 即便烤着温暖炉火 铁木针依旧感到刺骨的寒意 事实后把庇护所加固一番 来屋外采集大量松树之一层层包裹窝棚 中间产生的缝隙越多饱满效果就越好 可羽绒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正当他不亦乐乎的薅树叶时 一个虚晃连人从树桩上摔了下来 好家伙 幸亏不是很深也没有尖锐物体 否则等待铁木真的就只有梯桶跑路 忙完很快一天过去 回营地烤着炉火 主播82年的两百开 清点一边物资还剩驯鹿台一带浆果和一块松鸡肉 为了鼓舞士气决定留到感恩节在享用 时间来到第55天 到了弹尽粮绝的关键时刻 卡丽拿出仅剩的一块果单皮 富含碳水打包起来准备边走边吃 根据往期经验 凡是挺到最后的无一例外都捕获大型猛兽 同理要想拿下蓝薄万上百斤的熊瞎子不能少 带着弓箭卡丽出门狩猎 一举一动无不散发着斗宗强者的气势 先过来检查陷阱 不妙的是大部分圈套被雪花盖住 一路走来连根鼠毛都没抓住 更别说狩猎北极熊了 无奈的卡丽只好两手空空原路返回 接下来迎来了连续两天的暴风雪 选手们只能躲营地里取暖 除了打水绝不轻易走出窝棚 相比胡安和铁木针 卡丽的庇护所刚好建在了风口上 保暖所需的木柴比两人多好几倍 转眼时间来到第58天 饿得实在有些扛不住 将迅路台放锅中大火烹煮 由于含有草酸嘎崩萃前最好多煮几遍 烧过的谁也没舍得浪费 来屋外浇窝棚上 凝结成冰形成一道保护膜 能减少冷空气钻进屋内 经过反复五六七八变的操作 看成色也差不多 终于到了享用大餐的环节 镜头来到胡安这边 像往常一样来岸边补充生命圆权 用不着加热咕噜咕噜几口下肚 相比其他选手 强大的免疫系统帮它节省不少卡路 毕竟十年荒野求生经验可不是开玩笑的 回营地采集些松树枝 为阻挡寒气进入将大门缝隙堵的严丝合缝 争取不放过任何一处可能漏风的位置 通过物理保暖从而减少能量的消耗 时间来到第五十九天 三天不吃饭胡安还能坚持 三天不喝水荒野扛把子也撑不住 但糟糕的是冰层一天比一天厚 倒开后水质相当浑浊 用手笔划了下冰层厚度 还不足以支撑它的体重 要想喝上纯净淡水 只有前往深水区 为此胡安计划加工把冰凿 防止掉进冰冻棍子 不能过长也不能太短 回营地张开手臂测量长度 用锯子去掉多余部分 打斧子挥砍九九八十一下 不多时得到一把粗细长短刚刚好的手杖 把斧头拆下来 牢牢卡进预留好的一端 防止脱落中间镶嵌一枚螺丝 不仅能破冰 防身也是没有一点问题 另一边卡丽在冰窖庇护所中醒来 同洞帮硬的裤腿不难看出寒冷程度 管他三七二十一 准备就续继续出门检查陷阱 窩棚不占优势就算了 要是还没有卡路里的补给 等到退赛人也差不多皮包裹了 正当苦恼看不见蛋白质身影时 杰瑞的叫声又传入耳中 卡丽赶忙拿起箭矢 发现对方就在正前方的不远处 小样大难临头还不自知 拉开满弓狠狠一直穿云剑 吸取之前失手教训这次 终于没有让人失望 冰天雪地还能吃上鲜肉 光是想想就忍不住的刘哈喇子 回营地探考的色香味俱全 大块朵移的享用着 好家伙 肉质鲜嫩多汁不柴也不腻 是他截至目前吃过最香的一顿 蛋白质含量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 时间来到第六十一天 一觉醒来铁木针发现大事不妙 好端端的门牙豁掉一块 估计是无意间啃到什么硬物 顾不了那么多当务之急要出门寻觅食物 沉甸甸的双腿 跋涉不到二里地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随着脂肪消耗带劲 身体开始燃烧鸡肉为人体功能 身为全科医生铁木真不敢拿小命开玩笑 来到储藏松鸡肉的地方 找根木棍给取下来 等到感恩节那天怕人也已经不行了 回营地用铁锅大火烹煮 好吃到连骨头渣都缩得一干二净 搭配着新鲜出炉的驯路台 味道虽不咋地却富含碳水 满满一锅下肚卡路里是牛肉的好几十倍 时间来到第62天 随着天空下起鹅毛大雪 松鸡松鼠将果统统消失不见 看着秀丽风景铁木真无论如何都高兴不起来 截至目前体重已下降48斤 让原本就糟糕的求生环境雪上加霜 即便有医生和作战经验加持它也是束手无策 来附近收集取暖木柴 就这在平常不过的小事都让人感到身疲力竭 回营地引燃炉火 这种鬼天气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 除了身体 铁木真的心里也在承受着不小冲击 至于还能坚持多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镜头来到卡丽这边 当大伙在考虑如何节省卡路里时 他竟自娱自乐地打起雪仗 该说不说乐观的心态值得铁木真学习 抱着当一天和尚壮一天中的态度 继续出门开启狩猎模式 留意着雪地足迹增加新陷阱 走着走着只见他满脸写着Oh my God 靠近一看不正是星星念的也白兔脚印吗 缠得卡丽迫不及待想抓一只开开婚 随着天空挑起毛毛细血 耳边再次传来杰瑞叫声 好家伙明摆着送上门的蛋白质 当即拉开箭矢射了过去 可惜距离命中还差0.01公分 要不是受饥饿和穿的太厚影响 卡丽肯定十拿九稳 失手就算了箭矢也没找回来 查看一圈陷阱里空空如也 接二连三的打击刚有多乐观 现在就有多沮丧 无论外面大雪纷飞 国安躺在营地开启壁谷模式 但糟糕的是树上凝结的冰柱 把防水不穿破 俗话说千里之低溃于一雪 放任不管寒气钻进窝棚 无疑将加快能量的消耗 从散绳玻璃一根根细丝 拿出看家本领三加五除二打个补丁 不仅看起来工整质量也是杠杠的 时间来到第六十三天 铁木针感到前所未有的虚弱 带着铁锅出门打水 短短十几米走得格外谨慎 在灵魂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过往美好粒粒在内 情到深处差点老泪横流 说完铁木针似乎下定某种决心 抽掉窝棚里防御布 收拾打包好行李用防水布包裹起来 不出意外地选择了踢通跑路 为了证明自己能行 能不麻烦工作人员就不麻烦 长途跋涉来到街头岸边 毫不犹豫拨通了节目组电话 随着一架直升机飞来几人快速抵达营地 该做的他都做了 敢在身体垮掉前铁木针只想站着离开 相比改变命运的50万 他更希望这份拼搏的信念母亲能看到 搭乘飞机便退出了本场挑战 时间来到第64天 体质含量越来越少 为了暖和身体胡安破天荒决定生火烧水 带着铁锅来到岸边 糟糕的是整条大河被湿血覆盖 他也不挑三减四究竟打上一锅生命圆权 开局打造的壁炉终于派上了用场 用打火棒引燃烈焰 把铁锅放上面加热 结果烧着烧着大事不妙 一股刺鼻的油气味从营地弥漫开来 越闻越觉得头晕 吓得胡安赶忙打开大门通风 真是一招不慎满盘接输两招不慎连输两盘 等上头的难闻气味散去 决定把油气罐替换掉 三五下搞定特意预留出烧水位置 等大公告成天也黑了 见一切运转良好他的努力也算没有白费 时间来到第66天 几口两白开下度润润肠胃 拿出仅剩的一块果单皮 虽然日子过得吃完上顿没下顿 卡丽依旧保持乐观心态 带着打野装再次出门检查陷阱 胆露不到二里地看见不远处的野白兔脚印 发现动静当即准备拉弓射减 不料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无法拉开见识 这一刻卡丽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把头仰起45度争取不让眼泪掉下来 对猎人来说这跟失去灵魂没有区别 垂头丧气地返回营地 还能坚持多久全靠卡丽的癌恶意志 接下来的几天冷空气再次席卷拉不拉多 胡安像往常全瓶喝水吊着一口气 身体和精神早已进入壁骨状态 加上有壁炉物理保暖 只要肠胃不出岔子再挺十天半个月都不成问题 另一边的卡丽闲着也是闲着 收集大量树枝编织血血 有它们加持出门能减少不少卡路里 想象很美好 结果不到两分钟手指头传来刺痛 显然是长期营养不良 血液循环不顺畅出现了轻微冻伤 没猜错的话距离所能承受的极限不远了 时间来到第73天 随着风暴平静 胡安决定出门散散步 等待已久的河面已经全面冰封 带着冰凿一边冰上行走一边确定冰层厚度 此情此景即便挨乐也让人心旷神移 美中不足的是孤单饥饿 无时无刻不再侵蚀灵魂 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 时间来到第75天 推开沉重的冰窖大门 面前的雪景把卡丽吓一大挑 天气冷得已经无法用严寒形容 长期营养不良恶性头晕伴随而来 想到一路走来的艰辛 他再也控制不住的潸然泪下 那种空乏其身的滋味 不是三天恶酒顿能够形容的 看着面前的退赛电话陷入深深的纠结 来屋外尝试拉动弓弦 再次证明已达到了身体极限 接着不再犹豫拨通了节目组电话 等待不宜会一架直升机从后飞来 平稳落地几人扛着设备来到营地 无法狩猎对于猎人来说 跟行尸走肉没有区别 为保留一丝尊严 卡丽不想看到自己被强制抬出挑战 75天是他的身体极限并不是心理极限 如果有机会卷土重来 必将拿出他猎人的真正实力 时间来到第78天 场上剩下胡安一人 像往常一样躺营地节省卡路里 突然接到节目组的体检通知 立马肾上腺素飙升困意全无 为掩盖骤降的体重 狠狠挤大口生病源泉下毒 一举一动向及了班主任的突击检查 赶忙来屋外点燃熊熊烈火 烧上满满一锅82年的凉白胎 灌完水宝小飞机刚好抵达 不给他准备时间 几人当即对体重冻伤心率血压一番细致检测 完事通过沟通了解胡安的心理状态 正当他滔滔不绝时 身后一道人影悄悄靠近 猎人的敏锐第六感一回头 我的乖乖 不正是他心心念的小女友吗 随着压力被释放这一刻 他体会到苦尽甘来的滋味 看似有些甚至不 但一切都在挑战规则允许之内 接着两人一起参观 70多天赖以生存的环境 收拾打包好行李 白河边乘坐直升机 到此他才顺利完成本场挑战 下一期想看什么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